好多眼泪流出来了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 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原来水晶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毒素排出来 再一次令我们眼睛明亮照人 我先讲讲眼睛的雷水 原来是可以带走身体的装气 即是我们身体的负能量 当你打坐静心冥想的时候 如果你的眼睛不停流出这个泪水 这个是正常的 其实它在清理身体的负能量 因为人的系统会有一个自我修复的功能 你只要忍耐一下 没有记录它就会消失 古代的道家认为 世界上是没有有病的神仙 当然也没有吃草药吃得好些的得道者 原来学到修炼想收到八病不侵的体格 并不是靠吃药 是靠修痕的过程里面做到致味病 不是什么吃灵打妙药就可以了 在这个表面观测很多人 你看它健康快乐 可能看不出它有什么毛病 但是原来身体里面 它可能隐藏一些未发的病根 如果一旦生活不检点呢 它的病魔就会前身了 在那个时候吃什么药都没有用了 已经太迟了 大多数的疾病是源于喜怒哀乐 正所谓喜则伤心、怒则伤肝、哀伤魄 在病未发出来之前 将身体里面五臟的病或者叫负能量 透过在眼睛的分泌流出来 可以做到治疗将来的病 好 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叫做平心刑事水晶球 我们会用一个白水晶球 道家其实有一个叫刑事单株的功法 好似的 专门清除人体五臟病毒 什么方法呢 好似现在我桌上有一个水晶球 好了 记得不要用那些刷架不行的 影响的了 我们先输一个健康的讯息给它 好了 尽量和我们的眼睛平放 不要太高 不要太低 平放 距离多少 距离大概一只手指位 即是我们手臂的位置就可以了 OK 我们看住它 尽量不要斩眼睛 也不要勉强 看住它 好了 没多久呢 很神奇的 你这些位尤其是两边的位 或者是那个链线呢 就会有些分泌走出来的了 这些分泌可能是酸酸缩缩的 好了 接着呢 你觉得有一种分泌走出来的时候 也都忍耐了一会儿 没多久呢 好了 完成了之后呢 你便移上眼睛 大概呢 分凌钟 慢慢打开眼睛之后 你直接觉得呢 好像回复童年嗜口的感觉 我们小时候的眼睛 那个能量是最漂亮的 很明亮的 是会回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水晶球它是一种能量的 我经常说一样放大的能量 接着你这样做呢 自然就会回复身体的平衡 其实说用现代人的心理术语 就是内分泌得到适当的调整 身体就会大大改善了 你也试一下吧 接着呢 我将会举行水晶魔法阵班 我会针对性 帮你实现你想要的愿望显化 我会分三个主题 财运 爱情 健康 大家当然要看自己 要哪一种愿望 报回相应的班 如果你三个愿望都很想要的话 这三个班 你就一定要报齐了